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骨合场 正直勇敢 别人永远是对的 你觉得自己永远是错的 那你就烦恼就比较少些了 因果不曾规欠过我们什么 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抱怨 学佛是对自己良心的一种交代 不是做给别人看 要记住这件事 在顺境之中的修行 永远不能成佛 要面对逆境 你才能开悟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不幸 世界上比我们痛苦 比我们不幸的人 是更加要多 好了 今天聊天聊完这里了 今天又是我的好拍档 Patrick 今天我们的题目好像也有少少娱乐性 讲娱乐圈的人物吧 对 讲娱乐圈的人物往往有少少吸引 但因为我们从玄学角度 我们就会看看他一生之中来说 都是那样东西 很多人想着要批命都是淒财止录 你说一个人能够成名 在不同的界别 譬如政治人物的成名 演艺界 艺术界 或者运动方面 很出色的表演 都有各自不同的成名的一个范围 其实我们在玄学里面来说 我们比较喜欢用紫微斗数 八字都可以 八字来说 成名来说 就要看什么 看食商和官 如果紫微斗数来说 就要看科 就是我们看化科星 如果天本有化科星来说 有名气的机会就大很多 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那个 紫微斗数那个段 这个人的名气 看看你的名气会不会受阻 甚至乎 有了名气之后 是否真的行得那么顺 有些人有了名气之后 可能是负面的 举个例 你可能是一个大财 你一个大财 都是很有名的 但是这个有名来说 是负面的 但是演艺界来说 通常来说 是正面多些的 但是有时候 譬如像 Michael Jackson 或者 Elizabeth太来 那些 他很有名气 但是你看到他的内心 或者慢力 是很不开心的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名人 都是 他们有这样的格局 自然来说 会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压力 甚至乎来说 很多人会有精神病 好像类似我们 就是我们这一行 也好 我们都会多多少少 都会有些 懂得一些明星 那样 我们现在不会开名 那就是私底下 聊天的时候 都发觉他们 有很多类似 就是忧屈 不要说抑郁 压力又大 不是表面看到 你们会觉得 他很风光 赚很多钱 他是很风光 赚很多钱 赚到钱 但是内心来说 并非这么健康 是很不健康 我们看到一个心理 我们叫做心理卫生 是 是 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 我认为有些 刚刚要进入娱乐圈的 一些 我们叫做 都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呢 感到压力比较大 甚至乎来说 有些是觉得 是 入了娱乐圈 或者 在很多不同界别 娱乐圈可能有电影 有音乐 有电视 进去没多久 有些退回出来 都会有的 那就是说 你本身要想着 在这方面去发展 你都要 本身的格局 和个人 很strong 才可以 我发觉 口面皮 很strong 的意思是 心理要很强 人要应付各方面 不同的事情 因为 例如我们以前 读完书 我的同学 有些是做电影圈的 因为他们本身是读传播系出来 有些是读电影 有些是读摄影 他们都抵受不住 在圈子里面 经常被人谩骂 有些是指骂 也有 这是一种香港的 或者电影 拍电影电视 追求的一种 快速的一种文化 很浪漫 全球都是 不知为什么呢 进去的时候 在片场的时候 学末之声是非常多的 你慢一点 或者做不正确 是不是香港当时的 娱乐圈的人的 教育水平低 这不是关系 教育水平高不高的事 好像我有个同学 也曾经做过导演 他以前一导完书的时候 就是出来跟 电视电影界 都是 他做了一段时间 做了助导 一段时间 副导演之后 都离开了这个圈子 自己搞了一间 广告公司 反正 他是抵受不住 那种方式 因为香港拍电影 是很快速的 说真的 他们很快速 做事 同时间来说 没有什么时间 让他们去想 当时我见到他 跟我们常常聊天 很老友 以前大学 一起住 如果你看回80年代 90年代 有些电视剧 都是他做编导的 在无线 另外有些 做新闻 就好些了 但是来说 在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些同学 都不太适合这个圈子 所以其实在电影圈 或者娱乐界的人 我认为他们 首先要很strong 心力很strong 你要抵受到 西牛皮 你要抵受到压力 面皮又要够厚 形成了他们有一股 很独特的文化 好了 今天来说 主角就是杨子瓶 为什么要说杨子瓶呢 杨子瓶 杨子瓶 其实很特别 最近在奥斯卡 拿了最佳女主角奖 其实他的对手 那部电影很难读的 我忘记了 没有看过 但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一个亚洲的女星 应该是八八 八零年尾 他已经开始出来 那时候 和成龙 和金宝一起演戏 那时候 第一部电影是不需要打的 然后就是因为他跳舞很厉害 当时Pierce Bonson 当时做James Bond 帮女郎 然后2000年 那时候就是 娥虎藏龙那部电影 在街外遇上 奥斯卡 美术等各样东西 就是 肯乎成名 然后一连转 他又有一些 比如昂山素姬 那些角色 他也有做过 最近 我看到他在荷里活 我开始 看到他年纪大 就做了一些文气 但是最近 星空奇遇那部Discovery 他是做一个 星際艦队的 一个太空船上的队长 然后 他觉得没什么 然后就另外做一部电影 就是 在荷里活好收得的 Crazy Rich Asians 然后突然之间 以为 他已经差不多卖美了 就是一个女演员 去到那样一年多 只要做妈妈而已 这样也没什么 都可以发展的空间 其实我们 我自己本身看来说 就是说 如果你的格局好 的话 有些人的名气 成名来说 一生都很有名的 甚至乎 有些人年纪较大 然后才可以 像鲍姐 鲍喜静 他拿奖的 都是比较年纪较大些 就是中年以后 但是鲍姐 我不是说鲍姐不较 但是鲍姐 你只不过是华人圈子 可能是广东话圈子里面 你姓是鲍姐 但是杨子瓶哥 是整个世界 那可以这样 鲍姐我觉得演技 都是世界级的 你不要说 我也很欣赏 那杨子瓶来说 他就是奥斯卡金像奖 他那部电影叫做 《奇异旅合幻究》 即是幻究地球 不是幻究 幻究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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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也很想他得奖 当时他提名的时候 但是那些对手很强 今次有一个Cape 但是我们就不会抽他水 他本身是马来西亚籍的 他是华人 但是他早期的电影 成名应该是在香港拍电影的 这个真的是事实 八九十年代 就是在香港 似乎他的电影的事业 就在香港人欲 应该来说也对 是这样的 那我们今天来说 最主要来说 就是我们开了他的紫微盘 和八字去解析 一个成名的人 究竟他那个 都是这样说 《妻才子禄》 有什么相关 这个是不是人生胜利组 是的 没错 我觉得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看他 都是人生胜利组 你想想来说 在一个华人里面 得到世界上的电影界 都可以说是最TOP的一个奖 其实都不简单 但是如果你说 把时间推回到八十年代 那些华人在荷里活的角色 都是做一些餐馆的老板 洗补老板 就是不会有一个 不会当主角 不会当主角 或者就算是主角 都可能是苏诗王的世界 要等个外国人去救你 成龙都是做过一个 就是在荷里活拍的那一套 那时候叫做 《快山车》 都有几部的 有几部 但是你也是要拍着 那个Adam Smith 那个叫做什么 什么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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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Hour 那一套 但是也不是说 叫做 很控动 或者得到任何奖 始终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华人来说 在荷里活来说 能够得到一个最高的荣誉 真的不简单 那我们就可以用八字 或者紫微等数 就是他现在去到的 那个stage 他不是再去用美茅 要其他 那杨子瓶也是美女 那他没有六十个女孩 还不是 都很美 那剧电影圈很多人 都保持得很好的 现在他最近去那个 麦加拿那里 好像是 一个名设计师 找了他 穿了衣服 去麦加拿那里 走这个 红地毯 好了 因为网上流传 有几个时辰 日子应该就没错 流传几个时辰 就是说 有少少不同解读的 用八字 或者用紫微等数 那我们就 我就比较认同是 冒缩的时间 冒缩的时间 就在夜晚 即是七点至九点 通常夜晚出生的人 我们经常都说 通常 皮肤比较白一点 比较白一点 那如果你一个时辰差很远 你整个都 他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都全部不准的 那我都因为 为什么呢 我都就几个时辰 就推出来 那有几个条件 就要看一看先 因为你原本的格局 因为 其实杨子瓶 都可以说 是叫做青年时间 都有些名气的 即是香港拍片 是不是 就是我们叫做 就是叫做 祖法 就是那个叫做 所以来说 在紫微斗数 就会有些盘 就是我们起码有些条件 什么条件 首先要有科星 科星是代表名气 即是我们有名誉 名气 那如果我们在 他出生这一天 我们如果看这个时辰 和在网上流传的时辰 就率时 就好像比较吻合一点 那你说 如果在这个 命功来说 那就是说 可能在一生之中 那个名气都很好 那你说 如果在官六宫的时候 就是说 在他自己的职业的界别里面 很有名气 举个例 如果在官六宫里面 你可能是一个律师 但是可能你在法律界 很有名 但是一般人 是未必认识你的 但是如果科星在命功 就不是 科星在命功 就很可能 大众都会认识你的 很多人会认识你的 一提起杨子瓶 你就会认识的 就是会这样 但是这个时辰 也是有点点瑕疵的 因为没有曲纪 我们拿了 他率时的时辰 对照八字 他是属什么 他本身是属老虎 即属虎 如果你用八字计 天网来说 丁任合了水 其实观众缘 已经是非常不差的 因为丁任已经合了个木 所以来说 他那个 我们叫做什么 人缘 观众缘 異性缘 都已经很好 即是说 如果你要做娱乐圈来说 这个元素 其实都挺重要的 但其实他热族打女 又经常受伤 他是不是伸服的命 是的 没错了 有些美女的摆出来 我们正正正 就无需这个时辰来说 就是武曲化妓 武曲来说 我们以前来说 古代叫大将之星 现今社会 我们叫以力为财 也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武术 代表了运动等等 就是武曲 武曲化妓 从命工来说 即是说 如果他是一个运动员 或者他是一个 武打的一个明星 会受伤 甚至乎 会受一些比较严重的 一些伤患 即是你见成龙 真是周身伤的 不是开玩笑的 周身伤的最惨就是 他不是说伤患 然后没有东西 而是翻风落雨 跟着你一辈子 一会儿 那个才同叉 这个时辰来说 我们就要 即是你觉得他有伤患 没错了 命工来说 没有曲技 还有左腹科 还有陀螺星 这个命工 其实都告诉我们 如果他从事武打 甚至运动来说 就比较容易受伤 我们看一下 他本身来说 那个星来说 就是要飞着 如果飞到扎压弓里面 会更加会 甚至会相当严重 我们见到四化来说 如果根洋没有任何 那自己自化权 但是来说 入不到 扎压弓都尚算好些 所以来说 就是说 他受了伤 都可以康复 但是 有很多电影明星 有些受了伤之后 以后都拍不到打气 都会有的 甚至乎 有些严重一点 是长期的伤患来的 好了 我们一般来说 成名的人 我们会看科星 另外 能否赚到钱 就看六星 如果你有没有 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一个 我们叫做主导性的人物 那我们要看权星 很明显 我们见到 他的官禄工 是指微化权 指微化权 就是说 他是有机会 加上这个左腹化科 是有机会 在一个界别里面 是独当一面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刚才也说过 你官禄工有权的话 可能在你自己 法律界 会计界也好 或者工程界别也好 可能你是一个主导性的人物 但未必一定是大老板 未必一定是大的建筑商 或者大的 firm 的一些名人 但是你总会来说 就是说有一些 权星是代表創造性 代表比较上来说 就是那个aggressive 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叫做进取 因为指微星来说 是帝王星 那如果你在官禄工 来说那个界别 那你都会做得 是比较突出一点 还有来说 就会 可能譬如 如果说法律界先 如果你有权星在官禄工 你可能会选这个 律师会的会长 或者大律师工会的会长 等等都会有 甚至乎 有些格局比较好些 或者是律政司都不定 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你觉得他贵人多不多 他的贵人呢 如果我们看贵人星来说 那我们当然是看这个 天灰天月 那天灰天月来说 在他的名工里面 就是朋友工 那已经是存在的了 这个成立了 那就是说 朋友工里面有个天灰星 朋友工里面的天灰星来说 就是说很多贵人 我们经常说 什么叫做贵人呢 贵人就是说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先帮到 第二来说 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好的东西给你的 譬如好像 你坐在那里没有东西做 突然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 我这里有工开 你开不开工 这些就是贵人 还有是正面的 贵人和小人有少少不同 贵人来说 就是说很正面 正面 正面的 帮助你手 小人就不同 小人来说 带有损害性 那他朋友工有天灰 其实都已经告诉我 还有有咸词星 那就是 男性贵人 对 男性贵人 就是 二性圆 就已经是比较好 所以来说 另外一颗星来说 就是天月星 那天月星来说 就是一个扎握工 刚刚来说 扎握和朋友工 就夹工 就夹在这个千仪工 在紫薇斗素里面来说 若果天灰天月 文昌文曲 和这个 就是我们叫做 陆吉星 叫做 左腹右拔 夹工那个工位来说 就非常之强 怎样为之叫强呢 天灰天月 就夹了千仪工 即是说 杨子瓶呢 如果她是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去发展的话 那些男女的贵人是非常之强劲 所以在千仪工 其实她是不是贵 即是一种偏格偏好 因为其实你看回 她和她同期那个 譬如有个外国女人叫做罗芙乐 李塞峰 跟着杨丽青 跟着这一批都是她同年的那些大女 那她都差不多退休 有些新闻就不好 不见了人 罗芙乐 她现在回去了都不再拍了 这个我就是 即是这个是很特别的 罗芙乐呢 就有少少印象 那但是李塞峰呢 我认识她很多年 以前做记者的时候 李塞峰就是乖乖女 但是后来呢 她应该来说好像去了舞蹈方面发展 搞了个教人跳舞 那你说 大家都是这么努力 大家都这么分身 大家都踢到伤 大家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那我们都说要看本身的 那个紫微盘的格局 那她命功对功来说 本身来说就是贪囊 贪囊我们经常都说叫娱乐 娱乐之星 那也都可以就是说 即是娱乐界 那你以法技来说 就可能就是一些偏满一点的娱乐 对吗 譬如好像夜总会 或者一些卡拉OK等等之类的 归贪囊化妓 但是杨子勤的迁移工就是贪囊 那也都没有化妓 没有化妓等等 那就是说来说 她在自己的出生地以外 去从事一些娱乐事业来说 是应该就会有多少成就的 那其实都很多人说 在自己的出生地那里 未必会名成利就 你可能就要统一个圈才行 举个例子是郭富城 郭富城当年来说 在无线 胡雪姬也说过 浪费了 谁知道就去了台湾 统一个圈回来 那郭富城就在台湾成名才回来香港 那你觉得这个是要她自己争取 去离开了外国 还是那个命运自然有安排给你 我们今天用圆行 那我们当然看到格局 是真的有自有安排的 那你看杨子勤这个命盘来说 那母曲已经是助命工来说 就是说她那条路线 就是说已经造成演员 就偏向在什么呢 在动作演员那里驱多了 就已经有了 当年有个日本动作女演员 大倒尤嘉莉 大倒尤嘉莉 她也是来到香港 接着现在她好像受了伤 现在回到日本 在一个很小的城市 教一些动作演员 那这些就是大倒尤嘉莉 这些来说 可能我没有她八字 可能她扎握功不漂亮 所以来说 令到她长期受伤 其实香港很多没有打演员 男女都是 就是 他们有些受了伤之后 以后都未必可以 拍摄到那些打气 那谁说坦了 很可憐 是啊 这个来说 所以来说 打没打 香港来说 拍摄这个 我们叫做动作 动作的电影来说 不要开玩笑 真的分分钟来说 会受伤很重 杨子瓶来说 没有曲化技 其实她已经走这条路线 但必然会受伤 即是这个陀螺星 按照我所知 那时拍摄阿金 在天桥打下来打 是啊 好像不能动 那时拍摄阿虎藏龙 那时又要就住 那我们见她来说 即是有代价 命工来说 主宰了其他的十一工 甚至是十二工 即是新工 所以我们见到她的格局来说 已经是具备了一些演员的格局 因为对公本身已经是有贪囊 即是娱乐圈的 廉征天上 廉征天上管理能力强 甚至乎来说 表达能力强 因为廉征在财白工 会照了命工 其实杨子瓶的人 应该私底下都是比较幽默的 但是你指微化拳 做事就相当之认真 而且武曲化技来说 技声不一定不好的 武曲化技 即是要求比较 比较 可能在武打方面的动作 它是要求很高的 所以为什么会受伤 就好像成龙那样 你看回成龙 以往在八十年代的电影 是真的很好笑 而且很认真的 我很喜欢看那时的成龙 我听说 那天我看了罗福洛当年 和他一起拍《王家诗》 《王家诗》 罗福洛说 一被人的那些男人 武打零把刀 整个面都肿了 或者鼻流了血 他说 都要顶住 你不可以说 因为你女孩子哭 如果你不行 下一个 其实都很危险的 我听过我同学以前 曾经做过导臣 拍过某某电影 爬上道具的一间屋里面 谁知道一踩下去 就一声就掉下去了 所以 所以有时候 拍电影 不是大家坐在那里 几十元买一张票 去看这么简单的 其实背后的工作来说 是真的很辛苦的 就是香港电影 还有你不是荷里活 荷里活 它有一个工会保障你 有些东西你不能做 你想做都不可以做 荷里活来说 可以有一个framework 就是一个框架 一个制度 但是香港不是的 香港来说 是很有趣的 是自自然而然的 就是道法自然的 走到一间公司 整个电影公司 买班去做 这是香港一个电影的特色 为什么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来说 是可以在电影方面来说 是可以去到 真的可以有时 跟荷里活的电影相提并论 那当然 风格不同 就是拍的电影就不同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又看回杨子瓶了 杨子瓶来说 那个名格 是吧 那我们要看回他 那我们已经是天生来说 左腹化科来说 就是说有成名的一个 我们叫做什么呢 那个条件已经在了 那就是娱乐圈 那我们又会去看一看 本身的夫妻公来说 他来说的婚姻 都不算是很好的 他好像是一个外国人来的 他那个先生 他结过婚一次 结过婚一次 现在有一个都是 有几个的 然后越整越劲 是的 那如果我们看婚姻 其实娱乐圈 很多人的婚姻都不好 但是很多人都很好 那是 那是很难说的 那你看他来说 已经是叫做七晒夫妻公 杀破狼 星系就已经不漂亮的了 那夫妻公的官律公 就破军 和群养了 那这些星就已经 就说对夫妻公 已经是一种破坏了 那另外来说 就有 是不是没有结婚的 我忘记了 好像有的 其中一个好像有的 那另外有贪狼会照 那贪狼呢 再加右拔星呢 那其实来说 就是说 他的另一半来说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夫妻公 怎样看呢 夫妻公如果出现六吉星呢 其实有时 并非有一件好事来的 尤其是坐在夫妻公呢 是代表了 不同的一些分外情 那举个例 如果夫妻公来说呢 坐左腹右拔呢 很多时候你的另一半来说呢 就是说 他会和一些同事啊 助手啊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关系 你说是现在还是以前呢 以前也是的 以前来说 可能你是一个圆埃 那你可能和那妹仔 发生了关系 那这些就是左腹右拔 即是你说他的另一半 是的 即是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那夫妻公来说 如果坐什么 坐天灰天月呢 那可能呢 就和那些上司 就有些关系了 但是其实你看一下 杨子弦的名革呢 他那个 就是另一半 或者是那个 那个老公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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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多数是外国人 都看得到的呢 那我们首先看 那夫妻公的千仪公呢 就是紫微化权 那就是说 他本身的另一半来说呢 就已经是一些掌权的人先了 那掌权的人呢 有些是老板 有些是大公司的CEO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和杨子弦拍拖 我恭喜你了 你是一个不弱的人 很strong的 另外有破军 有文昌 那就是说 很有文化的 有贪囊 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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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招 甚至乎是和娱乐圈 或者电影界是有关的 那他会不会 之前的人来说 都是和他这方面有关系呢 就是说 可能在艺术 娱乐圈 娱乐方面 因为有文昌文曲回照 他的夫妻工不弱的 但是来说 我们说叫做不漂亮的意思 因为对公来说 已经有阴煞了 阴煞来说 冲夫妻工 很多时候来说 最少来多 这个小人 或者有些人出来 或者有些人就 喂 你老公不太行 你老公又出去灌 就是很多 很多这些出现 就是阴煞来说 是破坏了夫妻工 就是其实我问 刚才那个问题 是不是我问 因为你看到杨子瓶 她是很多自由度 在做她现在很喜爱的事 和事业 如果你嫁了一个 好像香港那些 世家那些 很传统的家庭 还要上面 侍奉这个 家公家婆 那些是不可能的 杨子瓶 不会 整天在舞曲技来说 个人硬斑斑 有时候 会处理一些东西 加上陀螺 个人来说 都很进取 要求 是很高的 甚至乎 你跟她 即工作 我说工作 因为工作来说 你要看到 一个很硬的女性 同时间来说 可能她要求到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未必去到一百 这样去工作 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陀螺星在命宫来说 真的可以说 凡事都希望 做好一点 陀螺千万不要想着 一定是破坏性 她有一体两面 妙王来说 个人就很积极 陀螺星在哪里 陀螺星在命宫 一来很积极 二来不好的东西 就很容易受伤 若果在命宫来说 很多时候就碰到头 上面了 若果你在官禄宫 或者在财白宫 很容易手手脚脚会弄傷 若果在迁移宫来说 就容易在外面 就会遇到一些 遇到一些不好的东西 而导致受伤 正正放在命宫 另一个意义来说 楊子权武福化妓来说 如果你要跟她合作 她要求一定是很高的 不是说一个来说 我求求其其 所以为何来说 她会很高成就 说真的 拿到奥斯加金像奖 最佳女演员 这么高成就 是跟她自己的名工 名价是有多少关系的 我们经常都说 权星就是指挥管理 她对自己的事业来说 是管理得很好 以及要求是十分之高 但其实她现在好像一个人生胜利组 上天给了很多东西 她有钱 名誉 地位 又有婚姻 都可以了 她虽然没有子女 但是有美貌 自小的家子好像是拿督 她自己好像是拿督 她自己是拿督 还是老大拿督 自己拿督 封了她做拿督 封了他做拿督 封了拿督 什么都有了 其实她的晚年是怎么样 以及她人生 其实有没有一些不美的 也没有理由 那样东西都给你了 其实来说 有时候来说 我们要看一下大运 你的天盘就是讲格局 大运就要看一下 是否要走运 即是讲人盘梯 是的 没错 她现在五十四六十三 在走近这个大运 走近这个大运 走近这个大运 已经有天机路了 也不用怎样休 也有这个红联天气 红联天气来说 即是讲异性元 是吧 同时间来说 就是说 朋友宫来说 有左父科 所以来说 迁移宫也有太阳六全 很多男性的朋友 帮到手 甚至乎来说 财运在这个大运 是相当之 就是我们叫做不差 是吧 另外来说 她的大运 我们叫子田线 即是拍档工 如果你可以说 如果你能够 跟杨子瓶合作得到 她的运气都会带起来 可以这样说 因为本身来说 子田线 我们可以叫做拍档工 同事 即是共同去做一样东西的人 然后来说 就是说 有紫微化权化科 亦都不是说 弱者先 那我们说 好了 那我们要看一看榴莲 那为什么她会拿奖呢 榴莲 很明显来说 太阴来说 就是化科了 也有太阴化妓了 太阴化妓了 太阴化妓来说 可能当初来说 是不是 其实金像奖 竞争都很激烈呢 很激烈的 很激烈的 不过有一套 沙 好像是Kate Blanchett 那边做的 讲一个古典音乐的 乐团指挥家 那个 那个已经很出名 每个都说 好好好好 这一套不是很厉害的 是一个comedy 而且是亚洲华裔导演 因为这套电影来说 《玩转宇宙》 似乎是comedy 即是一个喜剧来的 而且她不是对社会有任何批判性 所以为什么她命工来说 看看《鸚化妓》 再《化科》 我们只可以说她是险性 即是今次来说拿奖 险性 即是中间 总是成了 你每次都险性 你最后都赢了 那技星来说 即是我们要障碍 即是会有阻 其实来说 我们可以说 太阴化妓 遇到一个科 其实可以变成两个科 即是可以这样说 那她除了这个金球奖 是不是都拿了 好像是 都好像是拿了 即是双倍 所以看到榴莲来说 就已经是有科星了 如果左腐化科 我们刚刚在镇压工 镇压工就代表了身体 所以来说 如果我们看榴莲 如果大家以后 用紫微斗数去参考 譬如香港电影金像像 有提名的人 如果她本身来说 在天本 大运 或者去到榴莲来说 在三方四正 都出现了有科星 不过要看看是什么化科 还要看看 得奖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嗯 楊子晴很明显 她看到本身已经是 有科星坐命工 接着榴莲来说 亦都有科星坐命工 因为科星来说 是讲名气 讲奖品 亦都是讲贵人 所以来说 如果你参赛的时候 在你自己的命工 有科星 机会会大一点 如果你说 在官育工来说 可能在你自己 某一个界别 里面 只可以说 如果你在财白工 里面来说 科星会照 有少少不同 科星来说 如果在财白工 可能是获得小利的意思 如果科星来说 充命工 是都会有的机会 但可能 就会充走了 都未定 那我们都要看 当年的格局 才可以判断 他究竟是否可以得奖 当然 因为他已经得奖 我们才拿他的名盘看 我们很老实 因为很巧合 因为很明显 看到他本身的天盘 已经是科星 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先 大运和榴莲 都是很吻合 我们说 如果去解构一个名盘 当然 有时来说 我们都是叫做 事后才去解释 我们其实就是说 在玄学里面 或者紫薇斗素 是如何去找回 他得奖 那个条件 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给大家参考 所以我们说 下一届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也好 如果你看到 有些朋友 或者有些明星 提名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 他的榴莲来说 在命工 如果有科星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可以这样 那他那么晚年会如何 现在来说 我们看他自己本身 先看大运 看大运来说 晚年来说 就真的不忧了 因为财伯公兼天玑陆 天玑陆来说 在财伯公来说 是智慧才 就是我们这些叫智慧才 正正的六星 放在财伯公来说 那你生活都要有财才行 你有财之公 这些他一定会有的 就不用看 天玑陆来说 又太阳六全 六全星来说 聪明 只要他来说 离开自己的出身地来说 可以赚得更加多 那你说他会不会再度拿奖呢 如果在我们看大限盘来说 就要看榴莲的主宰 看榴莲的主宰 不如他不像伊利沙伯泰来 因为他全部都靠尾 老了的时候 又吸毒 又病 又这些 因为伊利沙伯泰来的八字 或者紫微盘 我就没看过 但是杨子瓶的命盘 我们叫不弱 甚至乎来说 在八字上面 我看到网上都流传 就说他是从隔 那我就只不过用 紫微斗数 十二个公位来看 就是用几个化声来看 就已经 其实都可以规探到一二的了 应该都不会说 相差太远 这样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想补充 我们今天也是用一个讨论方式 去讲杨子瓶的命盘 其实都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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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